投原机场柜台 不管是非 广州 上海 都有不少旅客排队 但是陆委会宣布 27号起提升中国大陆 与港澳地区旅游警示 由黄色调升为橙色 非必要不前往 旅游警示最低灰色提醒注意 黄色是特别注意检讨是否前往 橙色则是避免非必要旅行 包含伊朗 柬埔寨 辽国 以色列 巴西 最严重的红色是不宜前往 像是北韩 俄罗斯 乌克兰跟阿富汗 分裂国家罪的这个意见 这样的出台 有必须这个义务要提醒国人 确实是有风险 确实是有风险 那如果作为政府单位 对这个状况视而不见 好像没有发生过这个事情 那这个是政府单位的失职 陆委会指出 因为陆港澳地区持续增修国安法 有多起国人遭流制盘查 加上日前颁布惩治台独意见 最重死刑 有必要向国人示警 但是原本期望可以开放团客游路的 旅行业者认为 两岸并非兵凶阵围 也没有严重疫情 提升警示灯号虽没约束力 但势必冲击旅行社生意 陆委会强调提升旅游警示 并非反制措施 而是保护国人 TVBS兄林志文 向前期陈运文 台北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crt苹果公正市民 被告知 辞职 公正市民 公正市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